25分鐘 不是才5分鐘嗎 你一點都沒有罪惡的表情吧 沒有嗎 為什麼要罪惡 知道啊 還可以就像在逛街一樣 你覺得沒有時間觀念到一種 令人在厭惡跟髮指的地步 還在講電話嗎 這個 要被粉絲拍電影 OK耶 一直拍耶 粉絲 粉絲在拍照 人氣遲到行徑 誇張到令人髮指啦 那我記得有一次參加一個喜宴 然後換了差不多三套 三套換完之後 回過頭 他就穿了第一套 他會遲到 原來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出完 就要搭好了之後 他還要呢 自拍每一套衣服 這不是為了這一個節目 他才拍的喔 你看 拍到後面天黑了 有沒有看到 拍到天黑 四方話 老實說 今天呢開場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奇怪怎麼會有一點點的孤單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呢 其實呢 是因為我們今天要討論說 女生這齁 就是很奇怪的生物 就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喜歡一拖再拖 然後造成遲到的現象 所以我們今天呢 特別開場 非常非常的準時 這樣旁邊已經在 雖然我們開場 已經過了多少時間了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 完全準時的開場 哎呀 人咧 還在化妝間 請問一下美人姐 我我我我 美人姐妳已經遲到了39秒了妳知道嗎 等一下啦 馬上睫毛啊 蛤 那有沒有聽到她喊說她睫毛 睫毛 好 對 妳知道 因為你看今天不只是這樣子 今天除了我之外呢 我們這男生都已經準時坐在這邊對不對 對 然後在我們這邊呢 來我們三位他們各自的這個人妻呢 都是還沒有到場 蛤 今天不是 人妻嗎 是吧 我們換人了嗎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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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見面 因為今天呢 我們有特別跟這個所有的人妻 就說 我們今天錄影喔 可能準時開始喔這樣 結果他們到現在都還沒有出現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對 Always是這樣子啦 像我們男生 Fashion的日系 現在志遠哥 是 你是平常 你自己平常出門 大概準備多久就可以出門 很快 我五分鐘就可以 衣服穿了就出門了 如果頭髮亂的話 我可能就是戴個帽子 我就可以出去 就很快嘛對不對 簡簡單單單啊 俊耀哥你大概花多少時間 我大概 三分鐘 真的喔 真的三分鐘就可以出門 現在有發生 他說講五分鐘 我可以講六分鐘嗎 當然不行啦 真的 因為我們穿衣服是很快的 對 有請知道嗎 我的工作我永遠是 我是當記者 記者你認為要去跑現場 不能慢 可以讓你梳妝打扮嗎 No Always 沒有 追不到新聞了 對 所以說永遠呢 東西拿了就走了 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那就是比方說你的電腦啦 什麼設備嘛 那個 其他的衣服鞋子什麼 隨便就好了 對 我們男生其實出門 我自己出門大概十五分鐘 如果不加洗澡 然後就出門就 其實很快就衣服套了 然後鞋子穿就走了 真的 小夫 你應該要多花一點時間 我大概 一分半的 三分鐘 不是啦 不是啦 這樣一定要轉的 誰要迎合你 這樣我只能這樣接啊 九十秒鐘耶 請問你一定有沒有穿衣服出門 不是不是 因為我習慣就是隔一天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都穿好啦 都穿好啦 順便把衣服給燙了 請問 因為皺皺的對不對 躺平的 對啊 所以你這一套是睡衣是不是 很快 對很方便 所以你這個昨天晚上燙的 對 真的是一分半鐘差不多時間 這樣子就穿上去就開 所以是 怎麼樣討論起來 其實我們男生速度 真的算是非常快 快啦 但是我不知道我們聊了 已經三分多周了 還沒出錯 美麗姐你還要多久咧 姬啊 我剛剛去看那個畫面 你知道多黃色嗎 她穿那邊 然後睫毛 然後睫毛只貼了一支 那另外一個還能貼 另外一支在在慢慢弄 我發現女人啊 她當 她們的時間很寶貴 她認為男人的時間 就是拿來讓她們浪費 她們認為我們的時間在 根本沒什麼鳥用 這樣子 所以平均如果出門的話 大概要等老婆等多久 我大概 等WL 40分鐘 那麼久 很久 俊耀哥 20分鐘 兩小時 我是以最快啦 我一點都不誇張 兩個小時 我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兩個小時 所以你知道嗎 我今天比方說 今天我們約7點 要吃飯 我會跟她講說 我們今天跟她約5點 你懂我意思沒有 我都得提早 兩個小時就告訴她說 我們今天約的是 5點喔 對 所以說當她開始 大概在4點多 就開始在準備了 我跟她說趕快 快要遲到了 可是我 因為我的經驗 她一定會偷... 偷到6點40 還沒出門 只有了吧 但是小鳳 因為那個陳奕文她 畢竟是姊姊出身 所以會不會她的時間 觀光其實可能好一點 好一點 大概半個小時而已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幸福 我覺得出門前她有一個習慣 喜歡喝咖啡 她一定要泡個咖啡 坐在那邊 跑步喝咖啡 對 她喜歡泡個咖啡坐在那邊 然後 然後看個手機 然後看時間 她覺得她享受完了 這是每天的一個 早上眼睛一睜開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對 我不太懂什麼女生 就是出門一定要喝個咖啡 我說欸 來不及了 沒有啊 就泡一下 還要在那邊弄奶泡啊 對 享受人生這樣 看來現場的三位人夫 對自己的老婆愛遲到這件事 都有著許多抱怨喔 而節目一開始到現在 也有一段時間了 我說美人姐啊 你還是趕快靜鵬來錄影吧 姐啊 妳現在就OK了嗎 因為我們這座人 已經在那邊等她了 所以沒關係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女人不方便打 美人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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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叫 一直叫 妳講話講完了嗎 妳講話 姐媽跳了 吃飯話 妳講話說 妳不要再快十分鐘 OK OK 不好意思 姐妳剛剛妳可以跟大家講 妳剛剛在做什麼嗎 睫毛 睫毛 今天睫毛就是 沒有種好嘛 然後重新再黏 對啊 妳這樣講我們能怪妳嗎 對啊 好笑 而且我根本沒有人來得及換衣服 我今天來的時候就穿這一套 對這是妳早上來的 我還沒有換衣服耶 她說我們在加上換衣服問題 我們共同一個問題 為什麼那不能早一點 對 早一點存在 提早準備 我是不是比你早來 坦德今天比我早來 我沒有 你自己說我是比你早來 他今天是的確比我早來 可是因為我們男生真的弄很快 我就弄個半個小時就好啦 但是 我們今天是有刻意很準時開路 是 但是跟美玲姐報告一下 我們是在請夫妻嗎 為什麼只有老公來 對 因為他們的老婆全部都遲到了 天啊 今天三位人夫 與我們節目製作單位 串通以要錄前一場為理由 而埋著老婆先來到攝影棚 而節目也準時錄影 看看三位人妻 誰會最晚來現場 而遲到最久的那位 我們今天的懲罰 就是夫妻倆 要一起捐出今天的通告費用 而他們的老公 對他們又沒有信心呢 你看現在幾點 他一定不會轉遲到 最會遲到 幫我等最久的 還有誰 叫他11點到 現在已經11點49分 這樣子的個性不改 真的 有一天會被牽牽 被牽牽 那都去出擊了 那我們還是要節目繼續進行 先請問一下 老婆出門前最誇張的 曼特特的行徑是什麼 有一次呢 我怎麼講就是 我們要出門了 那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媽媽 那個東西弄好了沒有 她說弄好了 OK 好 那好了之後我就說 那我先下去開車 所以我等到20分鐘 好 我就撥電話上去 媽媽好了沒有 我這邊紅線 警察有在催我 趕我 我說你趕快下來 我說好 我快好了 我那個準備下去了 再隔了20分鐘還沒下來 我說實在我火了 我就覺得不對 你幹什麼 怎麼會這麼久 我就上去 他什麼都沒好 他連衣服都沒穿好 他只有跟我講說 我說你 40分鐘 連化妝跟衣服 應該是可以的吧 對不對 他還是沒有好 結果我說下面有警察 我怕會把那個車拖走 我又下去了 我在那邊等 那你告訴我 你再給我多少時間 他說10分鐘 大概衣服穿好就走了 因為我裝化好了 OK 我又下去等 等… 20分鐘過後 我又打電話上去 你好了沒有 20分鐘 你不是說10分鐘 他說我快好了 現在就是差 要穿鞋子了 OK 10分鐘過後還沒下來喔 那我就上去了 我又看到說 趕快穿鞋子啊 我不知道穿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 很糟糕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那我說 你趕快下來 那時候我已經 臉已經變得很火 然後我又下去 所以我上上下 下大概 做了電力大概三四次了 了解 就在眾人夫抱怨老婆時 哎呦 好像已經有一位遲到的老婆 已經準備進入大門口囉 到底會是哪一位 剛剛你在遲到中的時候 誰來了 誰先來 是哪一位 耶